又闯又凶鹦鹉罗的模型 嘿 大家好 我是鹦鹉罗 你可能不太认识我 但是我可是在海洋中 游了几亿年的古老生物 你看我这美丽的外表 多么优雅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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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傻 嘿 你别瞧不起我 我虽然眼睛不好使 但是吃你这样的小东西 那可是小菜一碟 哎呦 好傻 你不相信 我让模型吃老猿告诉你 关注他 我吃东西的时候多厉害 他用模型做给你看 咳咳咳 好了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来了吗 现在啊 在远处有一只鹦鹉罗 正在海底晃游 哦呦呦呦呦呦 在前面呢 有一只小鱼仔 正在那发呆 嗯 相对于这样灵巧的猎物 鹦鹉罗撒鸭子追 是肯定追不上的 需要的是战术齐席 鹦鹉罗不吭声 哦 开始制定捕食计划 第一步 哎 吓沉 第二步 咿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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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咿 哎 溜过来 第三步 咔嚓 哎 就吃掉了 如果你以为这些战术 只是这个圆胖子异想天开 啊 那就错了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一步一步咔嚓一顿操作 首先啊 首先 深吸一口 从漏斗部 水蛋 涌入大量的海水 哎 逐渐的填满上面这些枪式 哎 鹦鹉罗的身体的浮力呢 就发生了变化 慢慢的开始下沉 呼 哎 位置差不多的时候 它会停止吞水 接下来就是向前移动 鹦鹉罗 哎 没有脚 那怎么样移动呢 鹦鹉罗的身体里面 哎 有一个推进器 哎 对了 还是它 还是它的漏斗管 不仅可以吸水 而且还可以伸出来 哎 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 哎 这样转悠 再吸进去的海水 沿着漏斗管 指的方向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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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出来 就形成了一股股的推进力 可以让它向前慢慢的移动 哎呦 鹦鹉罗捕食计划的前两步 已经顺利实现了 那接下来它要怎样捕食面前 这只小黄鱼呢 嗯 首先啊 鹦鹉罗会用它头上的 哎 几十上百只的触手 哇啦啦啦啦 伸过来 吃哇叉一下 把小鱼给包住 顺势呢 送入口中 鹦鹉罗的头足里面 有两个非常锋利的 像炸刀一样的牙齿 它们会牢牢的咬住小鱼 咔嚓一下 将其咬断 接下来呢 灵活的舌头 呃呃呃呃呃呃呃 齿舌就要开动了 齿舌齿舌 就是舌头上长着很多像牙齿一样的 哎 小颗粒 这些小牙齿 通过摩擦的方式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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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将这个小鱼 噢 打磨成泥状 并吞入腹中 骄傲的小鱼 就这样 词被吃掉 怎么样 没想到吧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鹦鹉罗 吃起东西来可一点都不含糊 要知道人们对海洋的了解还很少 像这样奇妙的生物 大海里还有很多很多 之后呢我也会制作更多更好看的海洋生物模型 持续关注我呦 观众模型师老袁 身边的知识 我有模型做给你看